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煮油饭一盒沉甸甸的 足足有24两 巨无霸鸡腿诱人酱香 香气扑鼻 鸡肉卤得软嫩 轻轻一扯就撕开来 肉质几乎入口即化 还有油饭也很刷嘴 表面铺着栗子跟虾仁 用香菇跟酱油炒过的米饭吃起来浓郁够味 咸干咸干 饭力QQ弹弹带点粘性 在嘴里越咬越香 要做出这样的好味道 背后功夫可不少 香菇跟肉丝滚在热油里逼出浓浓香气 加进一大勺麻油跟中药汤 慢慢把香味煮进去 另一头还要忙着蒸米 我们是用圆糯米 对 一般比较常吃到是那个肠糯米 对 可是肠糯米比较没有那么Q 每匹米都不同 蒸的时间 火力都要靠经验调整 才能蒸出血白饱满的饭力 一锅整整60斤 在锅子上加上刚煮好的酱汁 趁热使劲翻炒 撒上满满红葱头 全程手工拌 如果我们机器拌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结块的地方机器没有拌到 那我们就是用人工去拌 然后人工去炒 然后就可以保证说每一粒米饭都可以吸到我们的汤汁这样子 虽然人力很费工 却能留住最传统的古早味 这味道还迈进竹壳大厂 摇身一变成了客制化便当 我们有青鱼跟棒棒腿这样子 杨总主持 团善公司他们会要求要有配菜 对 所以就是我们会多了青菜 然后像联发科的话 他们还会要求要有一颗卤蛋 因应少子化 明月里业绩下降 第三代接班人盐培轩 找出油饭新的出路 也打进新竹中小学营养午餐市场 把油饭变出各种可能性 其实这间老店可说是米的专家 早期主要是卖白米还有代蒸米饭 比较大的那种50人份那种店 以前是没有的 所以以前如果像那种公司 然后如果他们要煮白饭的话 他们会变得很麻烦 他们就是直接跟我们叫 对 那时候我们一天煮白饭 每餐大概都要煮大概一两万人份的 很亮 经验累积磨头米饭特性 每天一早天刚亮 所有人就定位开始忙碌起来 米香混合着糖的甜味飘了出来 刚蒸好的黑糖米糕一包包分好 在模具上压扁成型 我们五点做到七点多八点会好这样子 金桔黑糖跟红糟 对然后我们有林麦之外也有结婚用的 拿出喜庆的传统大红盆 把熊滚滚的金桔米糕铺上去 压出刚刚好的景度 放凉以后用芝麻跟葡萄干装饰 圆圆蓬蓬看起来很讨喜 许多人办喜事都会专程来定 日常想吃也有一片片的 金桔的酸甜融入糯米香 红糟爽口甜味跟黑糖的浓郁各有特色 这些味道都是严培萱儿时 在父母身边帮忙的点滴记忆 我们就先从包装开始 像盖盖盒盖 然后放个红蛋那样是还OK 因为我们小时候有帮忙 就是忙的时候会帮忙 然后真的到有下去做的话 就是退伍之后 退伍后返家认真学艺 还帮着出点子研发新品项 大锅里米酒配着姜片 把鸡肉煮熟端上桌 这碗鸡酒随着热气飘出麻油香 枸杞淡淡甜味融入汤头 金黄清澈喝起来爽口不油 鸡肉肉质Q弹不干不柴 喝一碗感觉超满足 跟着父母的脚步扛下家中一家子招牌 盐培萱从儿时懵懵懂懂 渐渐摸索出自己的坚实 我是觉得创业不容易 就是阿公创业到现在 可是我觉得守城也是蛮困难的事情 我应该到七十岁的时候就 就一百年了 我自己大概算一下 所以你打算做到七十岁 对 做到七十岁 腼腆笑容里带着盐培萱对传承的希望 新竹巷弄间的老店 数十年来那熟悉的古早味 依然持续飘香